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五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湿润的二月份 全岛各地星期二的平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其中加冷地区的雨量最高 豪雨也影响了中部地区的气温 一度骤降到21摄氏度 这是开年至今路德的最低水平 经过连夜大雨 五级芝麻巴沙与熟食中心的停车场 今早发生了树木倒塌事故 不少车辆遭殃 泛岛快速公路在凌晨也有树木倒塌 导致四条车道受阻 气象鼠网站显示 星期三下午三点为止的最高气温是27.4摄氏度 出现在巴耶利巴一带 最低气温则出现在纽顿一带 凌晨五点左右的温度为21.1摄氏度 其他地区比如西部的金文泰和东部的张仪 早上的气温都在22摄氏度左右 气象鼠预计雨水天气将在未来两周逐步缓和 最低气温可能达到23摄氏度 攤氏度 撤氏度 凌晨五点 另一个电头 在天面